所以你说加入伤种有什么好处 我不敢说一定有什么好处 但是至少你跟我是兄弟 我跟你站一条线 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我来帮你解决 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是在偏乡 在台西 营丽的台西 你知道那个地方 我们叫红桃追北 就是比较落后的地方 所以小时候的一个愿望就是 是从政 所以我认为说我要改变偏乡 我要改变那个环境 我唯有从政才能够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把它改变 所以小时候的愿望是从政的那条路去走 大学研究毕业以后 就真的投入了政治的签证 我一开始就是参选的就是立法委员 我曾经失败过一次 然后后面的联系 当了五届的立法委员 所以在五届的立法委员里面 我长期都在经济这个举处 所以我当了十二届的经济委员会的主席 所以对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发展 我非常有兴趣 而且非常了解它的发展的历史 我常常讲说政府的政策 足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台湾人尤其台湾的商人太厉害了 他只要一个皮箱就会走遍全世界 即便以言不通 他也可以走遍全世界 所以台湾的这些企业家 尤其中小企业家 韧性非常的强 那他们适应环利的能力也很强 他能够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 能够找到他要的商机 我们的商种 中小企业占了绝大部分 那你要知道台湾的中小企业 它本身是韧性高 但是给它的照护不足 所以它想往上推 往上跑 不够 所以我到了商业总会以后 既然是百工百业之手 那商业总会应该就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我们现在就把商业总会 来想办法来协助我们底下所有的产业工会 就让它升级发展 转型 这是我上来以后最重要的的 在这个位置上 你能扮演什么角色 要有一个充分的企图心 认为你要对这份工作要有热爱 到底商总做了哪些改变 商总做了哪些事 商总协助了多少产业 这反而是我关心的 而不在于说商总理事长是谁 那不重要 商总的理事长在这一任 能够带动多少产业的发展 让台湾的中小企业更有任性 更有力道去闯 你政府不是只有管 我付钱付税给你要 你要管好我 也要把我的路开好 我产业在走的过程里面有困难 你帮我不是恩责 你帮我是责任 你本来就要有那个责任 辅助这些企业让我有发展 我发展得更好 我缴得更多税 你才有存在的不一样 你才有存在的不一样 心很重要 人真的不重要 心对了就对了 所以我一上任的时候我就讲 商总不是各商会的上级指导机关 我是各商会的上级的辅助服务的机关 我来协助你辅助你 所以你说加入商总有什么好处 我不敢说一定有什么好处 但是至少你跟我是兄弟 我跟你占一条线 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我来帮你解决 这是我整体的构思跟构策 我希望朝向这样去做 你说我什么人生的座右铭 就是不放弃 所以我每天都在想办法 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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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放弃 我的心态就是这样